很多人都说现在就是一个拼爹一个看脸的社会,可能你没有雄厚的背景实力,但是你尝得好看,那么你的路也会比较顺利一点。 但是也有很多人都说,拼爹还是最重要的,你有一个有实力有钱,那爹,走到哪里,都是比较顺利的。 而今天要讲的这一位就是靠岳父八家的人,他叫王石,王石1901年出生,原即是安徽人,是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,还是中国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。 王石这个人从小就是有些聪明的经常就会网络别人想不到的事情,自己就能做好总是会出人意料的。 在王石52岁的时候还被医生诊断,为在今后的四年当中王石会和伦一起度过但,这让人没有想到的就是王石竟然先后盼登了有是一座山峰,真的是很出乎人的意料。 但是王石的感情和八家经历也是更让人震惊,王石本身家中的还是比较好的算是小康家庭,他的爸爸是柳州解路局的副局长。 在王石初中毕业以后,按理说应该是要去插秧但是王石是在家里的安排之下选择了当兵。 要知道那个时候初中毕业以后,想要当兵不插秧,你的家中没点实力还真的是办不到的。 在当兵回来以后王石就结识了自己前妻,王江岁,而王江岁的父亲则是省委书记更是有实力。 两人在谈了不久以后,王江岁就带着王石回家见父母了。 而当时王石的父亲和王江岁的父亲是同期的战友,所以一见如故王江岁的父亲王宁也是非常的喜欢王石。 后来两人在两家人都同意的情况起就结婚了。 起初的婚恋生活还是非常的幸福的,并且王石也是靠着倒门于迷震了自己的第一途径。 后来的时候王石和王江岁就开始创业,并且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成就,那如今的万和集团当然这中间,王江岁的父亲的父亲也是出了不少力气的。 正所谓这就是拼爹时代,所以很多时候,有个十里雄厚的爹也是会事半功倍。 所以说王石之所以能发家,就是靠着自己的岳父。 原本王石的生活和事业都是非常的顺利。 结果在2012年的时候突然被爆出两人离婚的消息,也是惊呆了一众吃瓜群众。 很多人也是不知道为什么的原因,后来的时候有知情人爆料说,就是以为因为49岁的王石出滚了小30岁的明星田普俊。 之前的时候两人也是被拍到在美国一起学习,并且还是说说小小的十分的暧昧,要知道田普俊的年龄都能做王石的女儿了。 田普俊之前的时候也是在《正环传》中出演过一个小角色,也是一个不出名的小演员但是耐不住场的好看。 当时王石和田普俊的事情被爆料出来以后,王石也是大方的承认这一段恋情,并且表示,说自己已经和王将岁离婚了现在只有有,关于财产的分割问题。 很多人都是知道的那个时候王将岁的父亲王明是在住院的期间,可能就是王石觉得自己的事业已经非常的成功了,自己的岳父已经是帮不上自己什么了,这个时候的妻子也已经是人老朱皇了,所以就索性的抛弃找了一个小女友。 一直到现在两人都是在恋爱中,而作为前妻的王将岁,也是大方的祝福。 可见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气度的女人了,她靠怨妇发家,发家后抛弃原配,49岁恋上小明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再见。